联邦2.2万亿纾困方案中有3500亿提供给小商业贷款 其中也包括高达1000万元不需偿还的部分 计划上周五推出第一天已经有超过221的贷款申请 我们为你访问非牟利机构专家 讲解这次联邦援助小商业的贷款 所包含的四类贷款计划详情 古林佳的报道 在居家抗议期间百业萧条 不管是开门苦撑的必要服务 或是被迫关闭的非必要服务 公司行号小商业都面临生存危机 专门帮助亚裔小商业的非牟利机构Asian Inc 整理了在联邦纾困计划Cares Act之下 受疫情影响的公司和小商业 可以申请的四项贷款计划 可以帮助到受疫情影响的小商业和公司 还有能帮助1099的合同工和自雇者的贷款计划 首先是称为PPP的薪资保护计划 旨在帮助小商业支付员工薪水 以及租金等必要开销 最高达1000万美元 可以直接向银行或是上网申请 虽然是贷款却可能不必偿还 它是按照你的每年的全部工资发了多少 还有你的租金 还有你的杂费 比较说水费电费这种加起来 然后它会给你算 大概给你两个半月的购用 那要是他你怎么去发这个钱呢 是他人们政府是有一个规定 要是你按照这个规定的话 这一笔钱是可以不用偿还 举例来说 一家有两名员工的小商业 如果每个月发薪水1万元 再加上租金5000元 以及水电等杂质1000元 那么合资格申请的PPP贷款 可以获得12000元乘以2.5个月 也就是能申请到3万元贷款 不用偿还的 可是你一定要划在 有最起码有75%以上 是要划在你的发薪水 换言之 这笔款项如果用在其他用途上 则还是一笔贷款就需要偿还 贷款两年到期 利息为1% 其次第二项称为EIDL 经济伤害灾难紧急贷款 让受到重大灾难冲击的小商业 可以紧急申请 不限于主要用在发放员工薪资 员工在500人以下的公司 或是独立合同工 以及自雇者 Self Employee都可以申请 它的 purpose呢 也是跟那个PPP差不多 可是PPP大部分要用在这个发薪水上面 然后这个EIDL的话 它就 那个也可以有其他的 EIDL贷款上限为200万美元 需向银行申请 其中有1万元不需偿还 剩下的金额仍需要偿还 不过如果小商业主只需要1万元的资金周转 就不用透过银行 可以直接在SBA小商业局的网站申请 同样不必偿还 第三项称为小商业快速过度贷款 对于已经跟银行有贷款关系的小商业 可以直接向合作的银行申请2万5千元快速贷款 不过这项计划利息很高 适合急迫需要资金的业主 而且必须用在生意上 第四项则是小商业债务纾困 只要是业主在今年9月27日以前申请到的小商业贷款 或是目前已经贷到的小商业贷款 只要符合一定资格 联邦政府会协助你支付6个月的本金 利息以及申请贷款的费用 黄文杰提醒 由于申请者众多 联邦的纾困资金可能很快就会用完 建议有需要的小商业组尽速申请 可以向银行洽询 或是透过Asian Inc.协助申请 电话是415-928-5910 也可以找黄文杰650-416-1638 服务完全免费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 现在与每家各地都可收看旧金山湾区 KTSF26台的精彩节目 旧金山湾区的观众可透过KTSF app或电视收看 其他地方的观众可透过SBTV app 或上网sbtv.ktsf.com收看